10分访谈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使用电动扶梯的安全问题 那我们每天出门 无论是乘搭地铁还是进出购物商场 恐怕都少不了使用电动扶梯 是的 虽然我们已经使用了无数次的电动扶梯了 但是有时候一不注意可能还是会出现危险 那本地就曾经发生有行人在扶梯上摔倒受伤 或是穿大头鞋 鞋脚被电动扶梯卡住的事故 那另外呢 在不久前 日本的民谷屋就宣布出于安全考量 禁止人们在电动扶梯上行走 而在这之前 日本的祈遇县也曾经出台过相同的规定 是的 那在搭乘电动扶梯的时候要确保安全 有什么事情应该要做的 那有什么不能做 万一电动扶梯故障 我们又应该要如何应对呢 那我们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工艺教育东区学院升降运输部门主任郑国梁 和新加坡工程师学会工程委员会主席黄秋姐 两位好 是的 你们好 那最近在金文台地铁站就发生了扶梯的意外 那事件的苦主就表示 他是感觉到了扶梯在晃动之后逆向行驶 然后又恢复正向行驶 那不过SMRT和建设局在随后的检查都没有发现扶梯出现故障 为什么苦主会有那样子的感觉呢 那怎么样的扶梯故障才会导致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请黄先生来告诉我们一下 基本上这种逆行然后又阵行的状况不会发生 有一种可能我可以想到的是以物理方面来解说 就是有可能是电动扶梯在运行的时候 有短暂的慢下来的情况 然后又恢复正常 然后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在撑搭地铁或者巴士在站着的时候 然后地铁或者巴士突然间慢下来 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感觉被抛向前 然后又被拉回来的感觉 这种就是物理上所谓的惯行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扶住那个电梯的扶手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在扶梯上保证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 那像日本的明古屋还有奇遇县就因为说是安全的原因 而规定乘客不可以在扶梯上走动 那么郑先生我们在扶梯上的时候 有什么要特别流域的安全事项吗 比如说什么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什么是千万不能做的呢 OK第一点我相信是就是你要站稳 第二点就是要扶好 是扶住那个电梯的扶手 然后不要乱乱走动 尤其是小孩子喜欢跑上跑下 这个更不可以 电梯因为电梯的梯级也是很高 不好走动 梯级的坚硬性也是会 如果我们跌倒或者怎么样就会损伤 而且人也是会流血 这会导致后面的 有时我们摔倒的时候 也会导致后面整排人的摔倒 这个理由就是这样 他们才不可以乱乱走动 就是这样 是的刚刚其实郑先生也提到 就是说小孩子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那因为之前本地也发生过 男童抓着电动扶梯在玩耍 结果悬空之后 在扶梯之外被带着往上走了 那幸好是被地铁的职员救了下来 是的那一幕真的是非常的惊险 那另外其实在国外也曾经发生过 就是家长抱着小孩子乘搭电动扶梯 结果这个小孩子从扶梯上 坠落到外面的这个意外 那其实我们就在想 我们成人有的时候 也可能会在扶梯当的时候 向外张望 可能半个身子 其实已经超过了 那个扶手的高度的情况 那么郑先生您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也有潜在的危险呢 一定会 就比于我们把头伸出 那个行走的车辆一样 把我们头部那个窗口 也是有同样的危机 而且如果身体不平衡 就整个人会掉下去 所以很要不得不好 把我们的身体的头或者什么部位 超过那个手扶的那个横线 是的 那郑先生其实呢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为什么扶梯上都会要提醒说 不要把婴儿车推上扶梯 那把婴儿车推上扶梯的危险性在哪呢 其实手推车或者婴儿车的轮子 也是有一点塑胶性的制造 这样的话 它会在垫幅梯 如果把婴儿的车子 推到那个垫幅梯上面 它可能会卡住 那个垫幅梯极之间 而导致我们的梯极 无法正常缩回那个制动扶梯的坑内 而且如果是落乱移动的话 我们的那个婴儿的那个车子 也会不符合那个宽度 或者那个亮度 平衡线方面也是会出一点问题 而导致整个人 或者连同那个婴儿和那个车子 全部整个倒房掉去下面 所以这些会导致很危险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允许 现在我们不允许 就是这些手推车 或者那个婴儿车 上去那个垫幅梯就是这样 听起来真的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如果真的是没有一下子 顺利的把它推上去 突离开这个扶梯 那么其实我们就 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 如果我们在搭乘扶梯的这个中途当中 如果真的出现一些状况 比如说扶梯它突然停下来了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是说 站在原地等着别人来指示 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呢 还是我们应该是 尽快的马上就走下扶梯呢 郑先生 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第一点就是尽量扶着那个副手 不好放松 第二点就是观察一下 最重要你要站稳 因为就是可能那个垫幅梯 突然停止 又突然在行手的时候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故障 或者什么没有回修好 就是这种情形 可能我们如果没有扶着那个扶手的话 或者站稳的话 整个人当扶梯行手的时候 整个人也是会跌倒 而半倒在下面 很重要我们就是要 注重这几点 是的 那其实呢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黄先生好了 那我们看见一些扶梯旁边 它会提防 有这种这样子提防大头鞋 被夹住的警示牌 那我们也听过携带长裙 等等被夹住的情况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意外之后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按下那个电梯的紧急按钮吗 还是说扶梯它会因为加到异物 而自动停下来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站在电梯上的人可能不会靠近 不会那么靠近那个紧急刹车按钮 所以没有办法及时按下那个紧急刹车按钮 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紧急 然后最最如果发生事故的人 他旁边有别人在的话 我觉得最最安全的就是 这个人应当把这个人紧急拉开 不要让他跟着他的鞋子被夹在 然后被卷进 踢阶的 扶梯的里面 然后尽量把这个 如果他是穿着鞋子的话 就赶快把鞋子脱掉 如果他是裤子被夹住的话 也是裤子裙子都要赶快把它脱掉 然后把人拉往安全的地方 因为那个踢阶被卷进去的时候 那个力度非常的大 如果那个脚趾或者是某个身体的部分 被夹住的话 很有可能 你整个人可能都会被卷进那个电梯里面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我们也有看到 就是这个电动扶器的两侧有那个毛刷 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说 小孩子他觉得很好玩 他就拿脚一直去扫它 那也有人说 他这个刷子是为了防静电的 那我们就好奇 这个毛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黄先生 这个毛刷虽然看起来不起眼 可是它的作用非常重要 它就好像 一些小毛发在你的旁边 如果你的脚 如果你的身体部位 比如说你的脚是太靠近电梯的边缘的话 那么他就提醒你 你赶快把你的脚拿开 所以你就有一个警觉性 不会把你的脚放得太靠近梯节的边缘 以防止你的裤脚或者裙脚被夹住 被那个低梯的缝隙夹住 然后被卷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它会防止小物件 比如小硬币 或者是其他小的物件 掉进那个缝隙里面 然后造成电梯运行的故障 然后这个是 麻雀虽小 可是它的作用非常大 它的作用跟 梯节上的黄线 边缘的黄线 还有黄色的脚印 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他要提醒乘客们 说把脚放在梯节的中间 那么你就会安全的 从电梯的一边伸到另外一边 是的 那看来其实在这个扶梯上面 已经有一些很多提示 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安全的使用扶梯 我们可能以前没有特别留意 那么今天两位嘉宾介绍了之后 我们就真的知道 它都是有作用 而且真的要注意的 是的 那我们谢谢今天的两位嘉宾 谢谢两位加入我们 数据中心的耗能巨大 当中很大一部分 是为了给服务器制冷降温 本地企业通过 孪生三维模型 利用最高效准确的方法 为数据中心降温 稍后的绿色无线 去了解更多 不要走开